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暖的夏季即将来临 爱美的女性如何才能做到永久脱毛呢 所以一般疗程我们是建议是可以间隔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它的这个色素主要是存在于毛脊肢的毛乳头里边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幸福学堂 破解您的健康困扰 幸福生活有门档 今天我们再次请来了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干脾胃病科的冷言冷主任您好 新卫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冷言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生导师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干脾胃病科主任 冷主任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 是和消化呀什么胃胀气呀有关的 那可能由于现在大家的这个工作学习压力都比较大 还有很多人呢可能都没有办法来这个按时吃饭 或者有的时候暴饮暴食就会引起消化不良 那究竟大家在出现消化不良或者胃部不适的这些症状的时候 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想要吃什么药 或者呢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缓解它呢 今天呢我们也在这个街上随意采访了一些这个观众 然后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会有胃胀啊 胃酸啊 会有这种 有的时候会有 吃多的时候会有 没有 其实就消化还挺好的 没有 偶尔 偶尔也会吧 一般情况下我的话一般是胃酸 胃酸可能会多一点 会的 那您一般就是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怎么应对 怎么应对呀 这个就是走一走嘛 对 然后走一走 基本上也就是挺挺就过去了 我可能就是吃点这个什么山楂丸什么的 吃一些大山楂丸之类的 那有胃活动的是黏黄青蛙丸 刚刚这个小片发现大家这答案都是五花斑门 那提到这个比如说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 我知道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三种药 有这个小儿太极丸 还有这个饱和丸 还有大山楂丸 咱们先一一跟大家说一下 用您非常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咱先说饱和丸吧 它在最中间 这玩意是啥呀 这就是饱和丸 嗯 饱和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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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制啥的呢 你看看 消食 和味 就是比如说就是吃多了吃鸡食了 对对对 然后吃它 消食和味 那你这两个呢 大山楂丸我知道我小时候总吃啊 那它干啥呢 就是我妈总觉得我要吃不好饭啊 或者不太想吃饭 就用这东西给我开开胃 消食化鸡 那太极丸 太极丸我不太了解 太极丸不太了解 那个实际上就是这几样药啊 是我在临床中最常用的药 哦 因为啥呢 就是这类患者特别多 嗯 谁长这么大都有吃多的时候 对呀 就是你要说别的事没有 就是说就吃多了 现在是这样啊 就是说想饿着难 对 但是想吃撑肉了 吃饱了 吃撑胀了 嗯 这其中特别多 嗯 因此呢 这个他这个名字 其实像这类患者我们都叫功能性消化不良 功能啊 功能性消化不良 就功能性消化不良 包括早饱 包括这个胃疼啊 这个都是就这两种症状啊 嗯嗯 早饱我们就说这个学院就是脏 早饱是脏啊 就是脏啊 觉得消化不良 是这样 就是消化这个一般来说啊 你比如说这个大山楂丸 大山楂丸 大山楂丸呢 就是像你一般来说 你就觉得啊 有一点不舒服 你就吃它 嗯 它呢能消失化机 你看这大山楂丸里都有几个成分呢 第一个呢是 由山楂 嗯 由这种神曲 嗯 麦芽 做成 嗯 嗯 我不知道你这个 对这几个药物你了解不了解 啊 山楂 这太了解水果嘛 嗯 山楂是水果 那山楂的干啥呢 山楂消神啊 完了 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比如说吃多了什么的 然后老人都会说你去喝点山楂水 或者吃两颗山楂 是不是就这意思呀 它就是这种丸子啊 大山楂丸 嗯 大山楂丸 就是酸酸的 别吵了 整不开 那个是这样啊 我不知道你家里头 你那个做肉是放不放山楂 有的时候会放一点 就是他们说会肉会比较好烂 山楂削肉是最好 哦 山楂削肉是最好 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家吃肘子 然后呢我一下吃多了 不得劲了我就吃两大山楂丸 是这样吗 或者你直接先放也行 哦 你胡肘子的时候你放点山楂 哦 它烂得特别快 哦 哦 这是大山楂 嗯 这个山楂啊 山楂还有啥作用呢 嗯 山楂还可以 呃 酱血脂 酱血脂 嗯 哦 这是酱血脂 哦 为啥酱血脂呢 你看它削肉食啊 哦 哦 削肉食 所以山楂酱血脂 山楂既是水果 同属消食的药物 营养价值高 山楂有以下功效 一山楂有酱血脂 酱血压的作用 二山楂有助于开胃消食 三山楂还可以用于治疗食肉过多导致的肉食机制 在这里头还有什么呢 有麦芽 麦芽是什么呀 啊 麦芽呢 就是那个麦子发的那个芽 完了给它炒了 哦 那个大麦 大麦茶你喝过没有 喝过呀 有点相似 他们不都说啤酒里面也有麦芽吗 对 啤酒里面也有麦芽 哦 确实是 那这个麦芽真的好神奇 它可以涉及到酒里面 对啊 也可以变成茶 也可以放在药里 这有的时候是大麦芽 这个里面还是小麦芽 它这个作用是干啥 它能削这种米面的食籍 米面 哦 就吃饭吃多了 吃馒头吃盛着了 用它去削 天哪 那这么说的话 就这大山楂丸 就是只要您吃多了就可以吃 另外这里头还有一个药 叫神曲 神曲 焦神曲 它是那个曲子 那个那啥 它是能啥 它既能削这种米面之质 还能削这种肉食 另外它还能行脾 行脾 啊 行脾 为啥叫行脾呢 因为脾最容易被湿气困 被湿困 所以我们要行脾 让脾醒一醒 哦 行脾能咋呢 就胃口就好了 哦 看来这个大山楂丸 真的是还是个挺全能的 消化神的药 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吃 对啊 就现在有时候我还给我家孩子吃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首先 它的口感是小朋友比较能接受的 像糖一样 哇 而且你爸现在是啥呢 现在这个孩子啊 就是说 失级的特别多 对 因为像以前我们就说过 我们说这个都是 现在都是亲爹亲妈 亲姥姥亲奶奶 啊 生怕孩子吃不饿 嗯 这样的话完了之后呢 你还怕他活动 活动的时候 你还怕卡了快拽了 因此现在孩子就算失级 嗯嗯 所以你经常 就现在这个孩子 你别管他伤毛 你就经常给点吃的 这些大山楂丸 哦 对他绝对有好处 你看十级的孩子 表现得什么样呢 十级比较重的 十级也叫我们也叫消化粮 嗯 甚至重叫干鸡 嗯 就啥意思呢 由于这种导致的消化不良 嗯嗯 就是他不吃 你吃撑肉了 你想想这孩子 如果吃撑肉了 他是不是就胃口就伤着了 对啊 胃口伤了他不愿吃 嗯 不愿吃东西 完了就导致消 就是那个 就整个的就是 就是我们就说 这个体质就差 所以这怎么办呢 最开始我们就说 要掐住源头 让孩子被吃 被吃吃鸡了 嗯 被吃吃鸡了 干鸡是一种儿科病症 主要表现为 面黄肌瘦 毛发枯燥等 一般是由 饮食不节 熟食喂养不当 损伤脾胃等引起的 属于一种 营养障碍性疾病 对 因为就有的小朋友 他可能 现在真的是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嘛 有的小朋友真的就是 爸妈给吃的都很多 营养价值都很高 然后再加上 他可能觉得 别出去玩了 挺累的什么的 挺晒的 然后他就不运动 他就消化不出去 就会导致食肌 然后你不运动啊 你不消耗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无论是哪一种食肌 就是不乐意动的话 导致的啊 或者什么吃多了的 就是消化不了什么的 小孩吃点大山楂丸 是可以的 嗯 再一个呢 往往都是有这种食肌内热 那在这我就还想问了 就是大山楂丸 它好吃啊 甜 我能当零食一样给孩子吃吗 完全可以 就比如说我今天 你今天你做的真棒 妈妈不奖励你糖 奖励你一个大山楂丸 可以吗 这个 我从理论上 我没试过啊 但是我从理论上觉得可以 但是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啥呢 就是你这个大山楂丸 有没有糖好吃 其实应该 因为我总吃以前小的时候 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吃 在你年龄小 你没有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它是可以糊弄一阵的 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它 它就是 真的说当糖吃 或者当零食吃 是对身体没有害处的 但是你们对牙有坏处啊 啊 对啊 它是山楂嘛 而且它比较酸 当然了 你在那个没掉牙之前 没换牙之前 你可以吃 可以 换完了你就少吃点 好好保护一下 对啊 看来一会儿录完节目 我得把这盒也拿起下去 没事就给他再吃吃 你除了那盒 这盒你也可以拿起下去 这个呀 小儿太急玩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干嘛的 但是我看到小儿两个字 我就对他很感兴趣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 一定会对他感兴趣 那他究竟是干嘛的 接下来就挺冷 主任跟我们来细细道来 他是干嘛的 你看看他的说本书 小孩子身体较弱 遇到基石情况又该如何呢 小孩们你没发现吗 你成人就发烧 很少有蟲 小孩一发烧就蟲 对 有的时候就是 就听皇上说 我家孩子住院 我说怎么了 说发烧烧蟲了 温暖的夏季即将来临 爱美的女性 如何才能做到永久脱毛呢 医学上来说 你脱毛只是让你的毛发 并且生长缓慢 激光脱毛真的是永久性的吗 最后长出来的毛发呢 是它类似于绒毛 就类似咱面部皮肤的绒毛 是一样的 它是不影响美观的 它对毛囊有哪些损害呢 更多精彩内容 幸福学堂正在播出 震惊清热 小儿荆棘手足抽搐 内热咳嗽 食鸡 这个是不是也吃多了 也是吃多了 也是跟那个消化什么的有关 也是很有关 但是这个和它有啥不同呢 就是这个大山楂丸 它比较平和 专门针对我们说的那些 消化消失化鸡 这个它要比它力量强一些 你看大山楂丸没病就吃 别等它有病的时候吃 平时就消消失化后 记忆那咋的呀 我懂了 就是我可以粗略地理解成 就是咱用老百姓的思维 就是理解成 大山楂丸 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 必需品 对 必需品 保养品 就是我没病的时候 可以吃它来调解一下 但是这个小儿太极丸 是属于那种 就是纯药品 它是针对 比如说你有症状的时候 就一定要马上去吃它 它是治病的 这个是缓解调理的 对对 看我理解多透彻 是这样 你看它这个用来镇静清热 叫做低痰消极 它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第一呢 你这个孩子 实际上它这个就是 你比如说你就是有火的时候 有火的时候 你就可以吃 有火就可以吃 有火就可以吃 它能清热 能痛大便 那小孩一般有火的体现 是什么呢 就我知道的是 就是早上起来有那个 眼睛有那个分泌物 然后就是 这底下有点红了 然后这都是有火 那火都大了 是吗 天哪 小孩你看 你看那小孩 最主要你看那小孩舌头 舌头 小孩的舌头和成人 还不一样 小孩的舌头 你看小孩舌头发白 那就是有火了 提醒电视机前妈妈们 回去没事看看 家里宝宝舌头 如果就舌苔比较白的情况下 就说明有火了 对舌苔有点白就有火 你就吃点这碗的去 它能干啥呢 它能化脊 能化痰 消痰 完了之后它还能清热 能痛大便 再一个呢 它也可以 就是导致 就镇静 镇静 小孩和这种成人 还不一样 小孩们你没发现吗 你成人 就发烧 很少抽的 小孩一发烧就抽 对 有的时候就是 就听朋友说 我家孩子住院 我说怎么了 说发烧烧抽了 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像这种情况 你给它辅助得吃点太久 这就效果好 让它大便通了 那种时机退了 完了之后 那弹火也下去了 完了还能镇静安神 那它需要吃多久呢 一般就这样争承了 那好了就拿了 就是它缓解了 好了就拿了 же这个药呢 就是太极丸 我不跟你说嘛 我小的时候给我END 比我而cloud吃 嗯 其实这个药它不难吃 啊 对妈妈 他不难吃 也就是像那个 你们都吃过那种蜜蜂 它也是蜂蜜蜂的 那个我就是 我儿子两三岁的时候 也是有点糖 我就给我儿子拿一碗 反正你得有一条 你告诉他是糖 你说我给你吃个糖 副笼过去了 对 他就拿了真的 真的我就吃 就可以 你就可以 所以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您家的宝宝 就是在生活 就是平时的时候 没有很明显症状的时候 大家可以给他吃点这个 大山楂丸来进行调理 然后如果真的是 就是感觉有一定的病症了 就来吃这个小儿太极丸 来进行治疗 这里头再提醒一句 就是这里头 这里头有猪沙 猪沙 有猪沙 就是不适合常识 不适合常识 不适合常识 就是说 好的就拉倒 对 就是如果 有病症的时候吃 病症好了就停了 就得了 猪沙有这味药 那安神 真心安神 小孩特别容易受惊吓 对 就是我们会看到 有些小孩睡着觉 就一嘚瑟那种 对 特别容易受惊吓 大山楂丸和小儿太极丸 都有消食画肌的作用 大山楂丸药效相对平和 适合日常调理服用 小儿太极丸 还有画坛 清热通大便的作用 一般适合儿童服用 这个太极丸是专属小孩的吗 一般来说小孩 成人不太吃的 成人不太吃的 成人吃啥呢 成人就吃这个 饱和碗 成人吃饱和碗 成人就吃这个饱和碗 这个药 这个饱和碗 你听它这个名字 什么意思呢 饱和碗 我怎么觉得 让我听这个饱和碗 就感觉好像吃了这药 就挺饱的 那种感觉饱和 那种的 它的意思是饱女安和 你看我完全理解的不对吗 饱女安和 就是说 饱女安和 对 它能干啥呢 它也是消食化鸡 它里头有什么呢 有山楂 有神曲 我刚才讲饱和是神曲 那不是跟戴山楂丸 差不多吗 差不多 它还有茯苓 陈皮半夏 还有莱夫子 莱夫子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干啥 不知道 萝卜子 萝卜子叫来福子 萝卜子还能尖压 来福子能尖压 而且还能顺气 大家都吃过萝卜吧 吃吃过 这个吃过 萝卜是这样 你没发现吗 萝卜煮了顺气 轻食往上逆气 对 煮了 所以大家吃点吃点 那个煮的萝卜 煮的萝卜 这是这个饱和碗 就是能干啥的 第一它能消食 再也能化痰 另外还能加你通气 另外它这里还有莲窍 莲窍的最好的作用是啥呢 莲窍能这种 它也是散解 清热解毒散解 所以整个吃的时候 它能消食 化鸡 化痰 还能通气 另外还能针对一些 这种食肌 激入的这种 淤解的还能比较好 饱和碗中的茯苓 可以健脾和胃 尘皮可以温味散寒 里气健脾 莲夫子可以消食除胀 降气化痰 莲窍可以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 如果您有胃胀 基石等症状 可以适当服用 饱和碗来缓解 那也就是说我们成年人 包括一些老年人 就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 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 就比如说吃多了 然后就是胃部 不是很累劲 就可以吃这个 那这个比如说吃多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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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问题不大呢 你肯定是 那什么样的人吃 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你一定是 肯定是 有症状的 有症状的才吃 冷主任在这我还想问 就这三种药 它都是调理我们这个肠胃 就是管这个基石的 吃多了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那就是在吃这些药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就是比如说就是 有什么禁服用的一些东西 就是生冷的 辣的 原则上是这样 什么我们说一般生冷的 这种心味发 心发物 这些都不要吃 而且是对于这种 本身就是脾虚的 这种肾阳虚的 脾虚阳虚的一样的人 你也别吃它 平时你就吃就拉肚子 你别吃呗 就是如果是那个什么脾虚 然后肾阳虚 平时你就愿意拉肚子 你还吃它干啥 但是还有一类人 什么人呢 你看这人又胀 肚子又胀 完了还拉肚子 就是他本来就是肚子胀 然后还拉肚子 那他肚子里胀的是什么 是气吗 是气 这样的人在临床中也不少见 而且是经常有 然后就不能吃这三种药 你别吃这三种药 那这样的人他应该吃什么呢 排气的 排气 一般来说我们要先温阳 温阳 先温阳 习山有时候胀 最主要是因为肚子里头 肚子凉 凉来的 那我懂了 就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是有很多人有这样 就是比如说喝完凉水了 或者什么就特别不得劲 然后胀的也比较难受 然后就是这个肚子就不下去 是 就是这样的 我经常的 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要是提醒各位观众 就是说如果你要吃完了 一天两天缓解了这辣椒 如果三天还不好 那赶快上一院 就是其实说到底 还是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 就不要总自己给自己当大夫 就是你在遇到很多情况的时候 就比如说 如果冷准不说这点的话 可能您今天喝了一大杯凉水 或者就是肚子受凉了 然后特别胀 然后你就觉得 我可能是胃胀 不舒服 吃饶这些药 那其实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所以说如果身体真的会出现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症状 包括严重 一定要去 因为有的时候 还有很多食指性疾病 它也是这个症状 您比如说 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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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有时候胆囊炎 这些都是这个症状 包括肠羹素 也是这个症状 所以像这些食指性疾病 如果自己吃两天都不好吃 马上你就去吧 医院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天天没事 自己在家 总给自己下方子 然后但是如果生活当中 一些这个小病 包括一些很小的这种不舒适的感觉 是可以通过这样的药物来进行缓解的 对 但是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真的是严重了 或者吃了好几天也不管用 就一定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 来给你进行检查之后 然后来进行这个有针对性的治疗 这几种药解决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基石 这个胃火 这些病 就是吃麻麻香了 就以后 对对对 就我觉得只要吃的好了 心情也就好了 心情好了 生活工作也都很好了 所以说我们的胃 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它不仅可以来让我们就是吃的很好 其实它有的时候 就像您之前说过的 它也是会分管我们 我们这个心情的一个器官 胃是最大的情绪器官 情绪器官 所以说保护好您的胃 然后让您的胃舒服了 这样您的一切才会越来越好 那今天不知道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您对您的胃了解吗 或者说您对这三味药 您还都了解吗 那今天呢 也是非常感谢棱主任在这儿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 温暖的夏季即将来临 爱美的女性如何才能做到永久脱毛呢 激光脱毛真的是永久性的吗 医学上来说 你脱毛只是让你的毛发并且生长缓慢 它对毛囊有哪些损害呢 但主要就是像咱们腌下呀 这个毛发比较粗大的情况下 它可能热刺感会更明显一些 不容错过的美丽密集 更多精彩内容 幸福学堂正在播出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圣语国际医美 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咨询医生 孙医生您好 孙医生在这我特别想问一下 因为夏天到了 很多这个女性朋友们呢 包括现在我在看到很多的这种美容院 美容机构都写到什么 永久脱毛 我就特别想知道 就脱毛其实现在是已经很平常了 然后都会来做 但是它真的是永久的吗 其实最近好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都会每次都跟他们说 其实脱毛呢 并不是说永久性的一个脱毛 医学上来说 你脱毛只是让你的毛发变浅 生长缓慢 最后长出来的毛发呢 是它类似于绒毛 就是类似在面部皮肤的绒毛是一样的 它是不影响美观的 因为本身咱们皮肤的毛囊 它激光在它的光速打在皮肤上的时候 它会被毛囊吸收 但是它毛囊吸收的时候 它主要是对里边的这个毛肌 这个毛主头的黑色素 它主要是吸收这个 那它不影响它毛囊周边的一个组织 所以它是不会影响咱们毛发的一个生长的 只不过是最后就是长出 永毛是大家是看不到的这而已 就是说并不一定说 我做了这个什么永久的什么激光脱毛 就是我一根不长的不是这样的 对 不是这样的 它长出来的是不影响美观的绒毛 大家是看不到的 其实现在很多顾客也会有人 有的一些女性说 我脱毛是不是我做一次 我就不用太脱了 不用再做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 因为脱毛的话呢 其实毛发是每个人毛发是有生长期 退型期跟静止期的 那对你每次脱毛的时候 激光只能针对于你这个生长期的毛发 是有作用的 你生长期毛发越多 那它脱毛的次数可能就会越少 对于它静止期跟休止期的毛发 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咱们脱毛的话 是需要多次的一个治疗 那在这我还特别想问 就是我们既然做一次 不是永久性的脱毛 它还会再长 那我们需要多久做一次呢 这个具体多久做一次 是根据做不同部位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像咱们面部的 这个毛发脱毛的情况下 因为它的静止期时间比较短 大概一般是在一个月左右 所以一般疗程 我们是建议是可以间隔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来做一次 那如果上躯干的话 跟四肢的毛发 它的静止期是比较长 基本上是在两个月左右 所以说一般的疗程设置 会间隔间隔 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 这样来做一次 那再说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脱毛疼吗 疼吗 很多人都问 其实脱毛的话 它是不是疼痛感 它是有因为激光 它中的表皮的光速会有点热 它热的话呢 它就会有点微微热刺感 但是这个疼痛的话 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但主要就是像咱们腋下呀 这个毛发比较粗大的情况下 它可能热刺感会更明显一些 但是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很敏感的人都是没问题 那就是我们做这种 就是激光脱毛 会对我们的毛囊有损伤吗 这个对毛囊是没有损伤的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 因为它本身毛囊 它是里边包含毛脊质跟毛乳头 它的这个色素主要是存在于 毛脊质跟毛乳头里边 所以激光的话 它只能吸收在毛脊质 跟毛乳头里边的色素 对周边的组织是不影响的 其实还有很多人 除了这个问题 很多人还在问说 会不会影响排汗啊 说因为毛囊是排汗的 对 其实这个 它对排汗也是不影响的 因为它主要是不收到 排汗是这个汗腺的一个排汗 对于汗小液的一个排腺 所以排汗的话 它是不影响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 对于这种永久性的脱毛 尤其是很多就是年龄 比较长的人 他会有一定的误区 他觉得怎么能够违背 就是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其实今天通过孙医生 这么跟我们沟通啊 以及讲解之后 我们发现 其实永久性的脱毛 对我们的身体 以及毛囊是没有损伤的 而且呢 它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皮肤 看起来很有光泽 包括就整体的 这个美观性也会好一些 而且还会达到 美白的一个效果 还会达到美白 所以说其实夏天到了 做一次这个永久性的脱毛 不是说让你永远都不长 这个寒毛了 对吧 一定要这个定期来做 这个脱毛 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害处 而且还会越来越好看 那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 大家可以对这个 永久性的脱毛呢 有一定的了解 你肯定听到过这样的建议 眼镜干燥吃点维生素A 网上说了 每天补充维生素可以防癌呢 于是乎大部分人 全都主动或被动地 加入了维生素养生的大军 今天棱主任为大家讲解 缺乏维生素A和B 会有哪些症状 留住皮肤干 也跟它有关系 皮肤干也跟它有关系 如何正确进补维生素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下期幸福学堂 感谢观看